溫泉池裡池外 泡湯民眾口罩戴緊緊 會這麼乖 就是因為有官旅區的人員 在現場稽查 台中古關這家溫泉會館 被民眾投訴 有泡湯的民眾沒戴口罩 業者沒管 人流也沒限制 六十幾個人 擠在六十平大的空間裡 根本沒有保持距離 經合稽查小組 將再次前往稽查 業者如未落實 總量管制控制人流 將依傳染病防治法 雖然現場沒查到違規 但官旅區近日 也會針對各家業者 進行不定期的抽查 依照規定 泡溫泉因為頭部 沒有在水面以下 就是要戴口罩 但溫泉水低溫 一般就是三十五到三十八度之間 高溫則是三十九度到四十五度 戴口罩真的有辦法嗎 會有一點點不太習慣 剛剛戴的就一點不太習慣 如果家裡的平空 淡的 還會比較辛苦 你說這樣 還多錢就好了 沒泡一種的話 可能就要換一個 出門都要戴兩三個以上 泡得滿頭大汗 還要戴口罩 就算到休息區休息 也是一樣實在好悶 也直接影響了民眾的泡膛意願 有兩天在警察台中採訪報導